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日本一姐山口倩 首夺顶级赛事冠军 赛后 王芷怡表示 山口倩是去年世锦赛冠军 既战术打法多变 综合实力很强 这场比赛自己始终没有放弃 每一份都跟对手拼尽全力 这个冠军对自己和全队都具有特殊意义 除了女单之外 中国队还在女双混双项目上闯进决赛 王芷怡则是队伍第一个冲金点 本次亚锦赛 东京奥运会冠军陈宇飞缺席 由韩国大师赛女单冠军何冰娇领衔 之前的几战比赛 王芷怡整体发挥较为一般 还未能打进任何一项巡回赛的女单决赛 来到亚锦赛 她的晋级之路并不被外界看好 被寄予厚望的何冰娇 在四分之一决赛爆冷出局 很多球迷认为中国队在女单的争冠之路将戛然而止 好在王芷怡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半决赛面对韩国新星 夺冠大热门安喜赢 王芷怡与对手苦战三局艰难取胜 帮助球队保留了女单争冠的希望 日本队的山口倩近来状态不俗 尤其是多次战胜陈宇飞 让她一时间成为了中国队女单项目的头号威胁 本次亚锦赛 山口倩的晋级之路并不平坦 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逆转取胜 因此 王芷怡在决赛并非没有获胜的可能 由于是比赛的最后一天 很多已经完赛的国语球员纷纷到场 为王芷怡加油 首局比赛 王芷怡和山口倩进入状态都很快 山口倩利用自己出色的跑动能力 多次化解王芷怡的进攻 并以11比8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随后 两人在前后场展开多拍拉掉 王芷怡连续进攻得分 将比分搬成13平 山口倩在局末阶段加强了进攻速度 王芷怡多次回球下网 被对手迅速拉开比分 最终 王芷怡以15比21丢掉第一局 第二局 王芷怡和山口倩在开局阶段上演拉锯战 前者多次批掉得手 取得8比4的开局 落后的山口倩主动加强正手进攻 王芷怡在防守端表现神勇 抓住反击的机会保住领先优势 随后 山口倩在逾越就球时不小心磨破膝盖 在场边进行的短暂治疗 重新上场之后 王芷怡攻势不减 以21比13半回一局 决胜局 双方在进攻和防守环节对抗激烈 山口倩伤势反复影响到了技术发挥 但在局末阶段疯狂追分 好在王芷怡止住颓势 以21比19拿下全场比赛 至此 同样是带伤的王芷怡发挥更为出色 以大比分2比1战胜山口倩 拿到个人本赛季首个女单冠军 山口倩获得亚军 夺冠之后 王芷怡瞬间扔掉球拍 躺在地上释放情绪 期待 小将王芷怡能够尽快恢复体能状态 在未来的比赛中 再接再厉 再创佳季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